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三爷带上 没事的时候让他闻闻 三弟 到警察局再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叫人给师哥带个话 带走 走 小姐哥 三爷我饶不了你 刘妈 你看咱们都搬来新家好几天了 云龙也不回来看看 小姐 你别发愁啊 李三少爷呀 过两天就回来了 不 云龙的性子我知道 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那天你说的话呀 他确实不爱听 可我也是为他好啊 没用 男人啊 不吃亏不知道啥叫好 小姐 来 原局长 一会儿要审你 静点心啊 他来了正好 您可别为难 我这俩弟兄啊 他俩都是我弟 好说 伺候好了爷 亏待不了他们 赶紧谢山爷 谢山爷 谢山爷 山爷啊 前一段时间 不是弟兄们 诚信地跟你多对啊 实在是大家 吃着馆饭 身不要挤啊 再说 也没敢跟您 动真格的 就算你们 动真格的 能抓住我吗 可不是 就是山爷您的本事 全警察局捏一块 那也抓不住你 是不是 是是是 来 来 山爷 我再给你续胖 来 给你点上 局长 局长 局长你来了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坐牢还有大烟城 局长 您别生气 这是保密局理处长安排的 把他给我带过来 我要审问 等三爷我抽完这口再说 姓名 我问你姓名 装什么糊涂 问问他们几个 哪个不晓得我三爷的大名 李人龙 你不要太猖狂 你这不知道吗 警察局是讲法律的地方 我不跟你斗嘴 你知不知道 你简直是罪行累累 盗窃 斗殴 伤人 行了 行了 别扯那些个鸡毛蒜皮的 要说就说点大的 说大 你就会交代吗 我怕太大了 你不敢听 都出去吧 我还真有大的要问你 什么 你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 知不知道 谭嘉林干过什么卖国的勾当 不知道 李三爷 这会儿也没有别的人 就算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我真不知道 好 我也没什么口问的了 您回去接着出报 三爷我不想回牢房了 你说什么 我要走 你可是要饭 放你出去 我这局长也兜不住啊 我就算是吃了枪子 功劳也是别人的 你有什么好处 放了我 起码每个月你还能收到金条 只要你搭养 每个月的供奉 我再给你加一杯 怎么样 这监狱里人多嘴杂的 我也不好慢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都替你想好了 照我的办就行 快走 快走 快点 我肚子疼 怎么了 我肚子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 大喊 不用解开 你要松点就行 摘点香吗 三爷我是干什么的 快来人啊 把人愿意了 我呀 甩负 快扶我呀 快 撞 撞 快 站住 快 别让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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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都别动 让我来 他们跑了 给我追呀 快追呀 快 站住 快呀 来了来了 袁局长来了 袁局长 别紧了 别紧了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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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局长 警察去监牢戒备森严 非贼何以从容逃脱 请您介绍一下情况吧 是啊 是啊 请问你们有没有采取 什么应对措施 你说两句吧 好了 好 说两句吧 是这样 所以犯人李云龙 在接受完讯问 押回牢房的路上 使用缩骨弓 把手铐和脚镣摆脱了 缩骨弓 这什么 由于事发突然 没听说过 我们一时防备不及 才让他侥幸逃走的 缩骨弓 您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是啊 您多说两句吧 是啊 说两句吧 请大家问吴警长 他昨天在现场 目击了整个过程 吴警长 吴警长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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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警长 请您介绍一下 当时的情况吧 诸位 兄弟我当时就在那个案子 这李云龙啊 是手铐 脚镣 都带着呢 众所周知啊 那一按着门的 会说骨弓啊 一眨眼的功夫 骨子就变细了 搜就上防了 弟兄们训练有数 啪啪啪就是几枪 好 好 好 请诸位放心啊 也请你们通过各大报纸 告诉锦南民众 天网灰灰 那个飞贼啊 是逃不了多久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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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会尽快 将其抓捕归案 好了 就这样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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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坏吧 局长还很忙的 请坏吧 连赛事就过了 我们的相比 行demand 请坏 合线 其他意思是 那怎么划 我们传合 我跟你说 哎呀 这阶子有点 有才盈点 但是 不认同 两天 告诉我们 有钱 就在此 你有钱 你还可以 不认识 当国就是被这帮 抓不完的腐败分子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主席 主席 他们这个事咱们也管不了 要我说 咱们还是听尚风的命令 全力抓捕共产党吧 怎么啦 袁卓这小子又贪赃王法了 我得给他记一笔 你说人家小心眼儿 我觉得你啊跟人家一样 好了 我得去司令部了 晚饭不用给我留了 你又要下班开会啊 估计是 共军日渐壮大 山东战事吃紧 日子不好过呀 怎么了 怎么了嘛 我觉得自己啊 就像是守活寡 别胡说 我不就这段时间忙嘛 你天天都忙 这就叫忠孝不能两全 我的好太太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 我想把龙鹰社 重新拉起来 你又要出去唱戏啊 反正你也没时间陪我 我自己找点事干还不行吗 哎呀 你这 哼 我就知道你心里低估什么 又是参谋长 又是副主席 太太还到戏台上抛头露面唱戏 传出去不好听是不是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我成天一个人在家都快闷死了 要么你就让我拾起老本行 要么你就让我出去偷野汉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 我答应你 我都答应你行了吧 我得夫人哪 好 那我走了啊 哎 师叔 师叔 干嘛 做衣服啊 您有没有芸汐的消息啊 你要是这么关心芸汐 你就去找她呀 我找了她好长时间 可是没有找到啊 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人 或许她离开济南哪 对不起啊 您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谭夫人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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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夫人哪 稀可稀可呀 谭夫人 对呀 谭局长得太太 哎呀 您就是那位京剧名角吧 你知道我 我当然知道您 哎 你不是有事吗 快走吧 别耽误了 对对对 谭夫人我先走了 谭夫人 是要做事衣服吗 啊 做件旗袍 哎 哎 这人是谁啊 你们认识 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子 我怎么觉得 他和几年前我家老谭 抓的那个燕子李三有几分相似 哎 哎 哦 哎 哎 乔了 你 来 来 为我这神燕子 逃出那个鸟笼子 干一杯 来 鸟笼 我 我不能喝 少爷啊 小姐的病还没好呢 小姐 她天天都想着您 你对我可是真好啊 你这气色 可是一天不如一天哪 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 你又偷偷出去接客了 少爷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小姐她天天都想着您 她这病啊 就是为您得的 真的 小姐 秋红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刘娘 去给小姐准备份汤 好 看你瘦的 秋红 来 我喂你吃菜 秋红 好 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东西 我没想到这辈子 还能遇到你这样的 那一大堆基因财宝 全都给你 鱼笼 我不要那些 我只要你 要你好好的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你说什么 你一定是喝醉了 没醉 我没醉 我要娶你 鱼笼 就好 我要娶你 我怕 娶你 鱼笼 你怎么了 我 鱼笼 鱼笼 你怎么了 鱼笼 大爷 大爷 你怎么了 鱼笼 刘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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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照顾一下她 怎么了 鱼笼 你坚持一会儿啊 我马上就回来 你去哪儿啊 我去给她找烟图 这是怎么了 好 给我换点烟图 没有没有 老板 求求你 我娘病得特别厉害 你给我换点烟图吧 不是我不卖给你 这段上头整顿 烟管都被查封了 我们老板都被关起来了 那我怎么办啊 要不你到回梦楼看看 回梦楼 喝呀 那儿肯定有 那儿招待的 都是有钱有势的客人 估计没人敢管 去吧 你怎么没喝呀 这是专门 这是专门为您漆的 上等的好茶呀 那您吃口西瓜吧 德州的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呀叫翠花儿 长官好 长官好 长官 来 她叫玉兰 长官 去去去 那那您先歇着 尝尝歇 妈妈 这可怎么办呢 她谁都瞧不上 你们再多下点功夫啊 这位官员是封封 封化委员会 对 她就是来咱这检查的 她要是看中哪位姑娘啊 她就会聊她的旗袍 如果她谁都看不中 打今儿起啊 咱们的门 就被青天白日起给封了 她要是敢封咱们的门 我就拿自个儿的嘴封了她的嘴 这不是秋红姐姐吗 嗯 瞧这事打扮 混得不错吧 秋红啊 我还真的没有认出来你啊 妈妈 我有事相求 你有事啊 今儿不行 你没看见 妈妈正挨检查呢 秋红啊 看见那个老头没有 他看你的眼神 这个人太难伺候了 你要是帮妈妈把他胡乐了 甭管什么事 妈一定帮 妈妈 我 危机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 九场如九火 你又不是生瓜蛋子 你把什么呀你 你要是能帮了我呀 无论什么事 我都帮你 一定的 快点 帮穷姆姐姐梳洗打扮 你们快点 走吧 走 长官哪 回梦楼藏屋纳垢 本委员以维护地方风化为准则 检查如果未能通过 那我就要公事公办了 是是 我 我主要是看你忙了半天的公务 想先替你解解法 不必 先检查吧 那就从西厢房开始吧 好 开始吧 请 长官请 请 听说你们回梦楼的姑娘都是骗来的 哪儿的话呀 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不信你问玉兰 是啊 长官 我们都是自愿的 去去去 我问你了吗 我想问问那位姑娘 好啊 还好啊 走 楼红姑娘 娘就拜托你了 嗯 济南 真是个好地方啊 只有好山好水 才能养育出 你这么水灵的姑娘 先生 您先坐一会儿 我给您倒杯茶 我不喝茶 我知道 你这么水灵的姑娘 揣触你了 我您连保皇上 您是位清官 我不能让您落下话瓣 只顾瞅着你文婧的模样了 没想到 你的嘴巴这么厉害 你说得没错 我是个清官 不过为了你 我就腐败一次 也无妨 我已经有人了 我不想对不起他 也不想辱莫了您 什么人 是官的还是伤 是一位好汉 好汉 燕子李三 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这话 如果是其他姑娘说的 我只当吓唬人 不过 你这么说了 我信 我 答应了妈妈服侍您 说到做到 除了上床 您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不是第一次逛花街柳巷了 不过 像你这样的景儿 我还从没碰到过 好 今儿个 这回梦楼肯定是不疯了 谢谢您 这可是你说的 做什么事都成 除了上床 您让我做什么都成 好 那你给我把衣服都脱了 你放心 我不会碰你 但是我上这儿来一趟 不可能只喝杯茶吧 刚才真把我给惊着了 看来 看来这位官员玩得不错呀 秋红姑娘不愧是我们回梦楼里出席的人 这点本事生输不了 就她那几两肉 说不定早就臭了 瞧你这副酸样 对了 她找我有什么事啊 她刚才跟我说要些打烟 就这事啊 还不赶快给你秋红姐姐准备去 好 您能不能再快点儿 好嘞 您坐稳了啊 小姐 吃点水果吧 好嘞 好嘞 刘麻 您早点儿休息吧 嘞 云龙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真舒服 云龙 云龙 这大烟啊 以后能戒 还是戒了吧 云龙 快来吃早饭吧 好嘞 我问你 大烟哪儿来的 我到烟馆买的 我已经问过刘麻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地方 云龙 你松手 你松手 你相信我 我没有让别人碰我 真的 你突然就要回来了 本rative 像的那儿 但是 我堂堂燕子李三 岂能让个女人养活我 这个账啊 你得这么计 你看 谭夫人 你好你好 李师傅 您是来取戏服的吧 不好意思 还得等两天 不急 你那个远方侄子 他不在吗 他 他也不常来 您找他有事 没什么事 这样吧 等戏服做好了 让他给我送过去 不要上家去 就送到戏园子就行了 让他送 必须让他送 不然我可不收啊 好 您慢走 您慢走啊 让他送 干活干活干活 干活干活干活 干活干活 音音快起 小白 你来了 大姐 这是云飞同志 你好 进屋吧 好 这就是我们新建的情报站 囚建这儿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 弄得挺隐蔽啊 都是被你那位老师哥逼的 现在保密局济南站的主要行动 都是他在指挥 李云鹤可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啊 是的 所以上级要求我们以后要更加谨慎 这就是我们的新电台 好 好 白娘 一会儿没我的事吗 怎么 你还有别的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师叔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顺便跟他打听一下云欣的消息 行吗 行 你去吧 来 小李啊 把桌子擦干净点儿 放心吧您嘞 今儿是咱们龙云社第一天排练 没问题是挂歪了这个 大家千万别辜负了谭太太的一片心意 麻烈点儿 好 头了头了 来来来来来 老李啊抓紧点儿啊 好 来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多练练练 多练练啊 这 转一点 转一点 好 把那绸子挂高点儿 好嘞 得嘞 韩太太 来来来来 这边 这边 这 韩太太 该您蹬高了吧 捧场的那位先生来了吗 您是说那位金顶绸缎庄的金老板 他呀就是舔我的脚丫子 我还嫌他嘴冲 那是那是 那您说的是谁呀 你就别问了 不问 对了 咱们做的那几套新型头 这两天送来了吗 还没呢 不是 李财凤也是啊 平时干活挺利索的 这次怎么这么脱胎啊 真是耽误事 也不怪他们 是我叮嘱他们 要做得仔细点 哦 是这样 今天就不等了 好 咱们先排起戒吧 好 下面先排谭太太的起戒啊 后来 沈长 昂什么 昂你老是记不住你 师叔 您还真下手啊 你捣乱我还不下手啊 我哪儿捣乱呢 我是特意过来看您的 不稀罕 行 我好心过来帮您忙 您不稀罕是吧 行 我走 等等 干嘛 你回来 你不说啊 我倒忘了 还真有件事 非你小子不可 二毛 什么事 去把那西装拿来 好好好 一会儿啊 你把这西装 送到了戏园子里 亲手交给谭太太的 岗柜来 干嘛让我去送啊 二毛 你去送 人家只名道姓 让你送嘛 别人送去人家还不会要啊 来来来 那个谭太太啊 是看上你了 对 快去吧 可漂亮了 去 我不去啊 去不去 我不去 你去不去 凭什么 我不去 你去 不去 给你个机会你不去啊 这 这叫机会啊 你去送 如今的谭建林在济南是什么啊 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 你们这些做大事的 以后能少得了这样的关系吗 好 我去啊 我去 师叔 云新最近有消息吗 不知道 这都要不告诉你了 去 你告诉我吧 嗯 我 Ice H也是 来 唱 ansch 怎么着 来个小白脸就不唱了 对呀 爷在这儿坐着呢 没看见哪 启卫爷 真是对不住啊 我这儿正排练着呢 请启卫爷捧捧场 去去去 管管管 启卫爷 快走吧 快走吧 快点走 别唱了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别干嘛 都给我滚出去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你不就是谭副主席的太太吗 袁大人请你过去 想让你给唱玉堂春 臭娘妈 你拿过来吧你 臭娘妈 让开 老子不给你来硬的 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 是 大哥 看戏 看戏 要得看戏的规矩 大哥 你没事吧 大哥 看什么 打呀 打呀 难受 竟敛 管抓着 尽管 哧 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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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园园园 ma 小心 漂亮 小心后面 打他 起来 打得好 跑 好一个任气算现 把他吊起来 别放下 好汗 饶了我吗 我怕都不敢了 好汗 好汗 饶了我吗 这位是 摩太太 这是您的新系服 我老叔让我送来的 给 听你老叔说 你也是唱戏的 五升吧 是长铐还是短打 我玩玩票 我也是玩票的 不如你加入我们龙鹰社吧 不行 我唱得不好 给 没关系的 我可以教你的呀 我当你师父 也不算辱没你呀 那当然 这件事情 我再考虑一下行吗 行 我等你 好 等等 戏符还没给我留下呢 给 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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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你说这个鲤鱼龙 省党部的副主委 市府的秘书长 隋境区的副司令 和他一个也没放过 现在要偷到谭嘉林的头上 那 那 是不是又让我们去抓 李 李云龙啊 对 这李云龙哪儿那么好抓呀 咱们怎么办啊 看来啊 我得亲自去找李云鹤 是 对 杨核官 接个火应用 长官 你帽子上怎么会有根鸡毛啊 刚才我点音的时候还没有呢 谁在上面还过上日子了